我们看回到市场方面 G7是通过了全球税收的改革方案 随后也是在G20和OECD的推进谈判 此次谈判对于各国政府 还有就是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 都会有哪一些体现 另外我们再看到货币政策方面 不知道中美两国会有一个 怎样的调整和变化 来应对金融市场上 所存有的潜在的风险 更多的信息 我们现在来立即连线 惠美国际的投资总监 徐伟华先生来跟我们一起解读 徐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看回到税收的协议 此次协议可以说达成短期来看 是提升了大型科技企业的一些成本 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您觉得是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还有新的这些科技企业 他们如果说继续往前走的话 是形成一个长远的利好 还是说利空消息呢 首先我们知道 七国工业集团G7的峰会 实际上宣布了一项 把全球最低 把跨国企业的征收税率 最低提升至15% 那么这个也是因为各个国家之间 之前对这个税收的金额 税收的这个比例 有一个不一样的这样规定 造成说很多科技公司 把这个在海外的营收 是放在特定的国家 造成了美国的不满 所以这次G7也是做出了妥协 宣布说把这个税率 统一提升到15% 这样的话就是降低了 这些互联网巨头 在各个国家之间 调配利润的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实际上 除了G7之外还有很多国家 试图是提供更低的税率 为这个科技公司 为这个海外企业 打造一个必须的天堂 所以说G7这样一个政策的通过 这个跨国税率的通过 实际上对市场增进的影响 我们认为并不会很大 当然拜登也在不愧一力地 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 那么包括说美国企业 把这个海外的营收 海外的利润 一次性导入国内 可能会给一个特别的税务减免 那这个也是在两党的 这个商议之中 那这个可能对跨国企业 把这个海外利润回流美国 可能才会起到真正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 这次G7峰会谈到的税率改革 实际上也是在讲说 要为贫困的国家 以及各国的中产阶级提供协助 这也是因为新冠疫情以来 各国的中产阶级受到很大的打击 那么G7他也是想 在拜登的领导下 重塑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 这样一个集团 那么就做出一些正面的响应 那么现在G7 全部这样一个税收政策 其实只是之一 那么此外还要讲到说 在2020年终结疫情 返逐疫苗等 可能也是要更加进一步 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 现在全球的目光都非常地关注 美联储本周即将要公布的 货币政策决议 想请问一下您的观点了 您预期这个货币政策的前景 是否会发生变化呢 首先我们知道 美国的CPI是爆表的非常厉害 那么出现的通胀是全面的通胀 包括CPI和新CPI 在物价之中我们看到 它的二手车二手房 包括新出货水平都上涨得非常地快 那么可以说市场现在期待说 本周的FOMC声音当中 可能会出现从原来的鸽派 转向鹰派的一些观点 那么市场现在对美联储的 这样一个特派观点 已经是习以为常 所以说如果说一旦说 美联储出现一些的 转因的这样一个观点 很有可能对市场的影响会比较大 那FOMC核心的通胀预测 有可能在今年会得到一个上调 那么对2020年的预测 可能也会略微上调 那么这样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说股票市场 和在线市场的一个冲击 当然我们看到 之前在通胀数据报表出来以后 这么差一个数据 就造成了说纳斯达克指数 是上涨的非常迅猛 我们认为也是说 大家意识到说 其实这个高风险值 高非下值的科技股票 可能是一个对通胀更好的预期 但这样一个说法 可能也是一个短期的 这样一个相关性的走势 所以长期来看的话 实际上股票是不能受益于通胀的 通胀必然会带来债券 和股票价格的大幅下挫 当然我们看到 具体说到这个债券价格 实际上在通胀出来之后 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不升反降 让人觉得很奇怪 其实我们也要看到说 美国的国债很大程度上 是参与者就是美联储自己 所以说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 也讲到实际上国债的收益率 美联储是有很强的 控制的这样一个能力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通胀 出来之后 国债的收益率反而显示出 市场并不惧怕通胀 而且更加追求高风险回报的 这样一些股票价值 股票这个资产配置 所以说我们认为 这次的FOMC可以看到说 美联储是否会有新的转变 在对这个快速货币政策上 是否会做微调 市场也是在密切关注 那么本周也将公布 速有这个恐怖数据之称的 美国零售销售的数据 为什么这个数据 如此的重要 被大家称为恐怖数据 在金融市场哪一些资产的 这个走势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知道 美国的零售月数据 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经常关注的数据 因为美国的GDP 整体产业中有70%左右 都来自于consumption 消费行业 我们看到3月份 实际上这个数据出来相当不错 增长5.8% 但是在我们看到 在4月份就所下降 是增长1.0% 那么现在到这个月 实际上市场的预期 现在已经是个负值 是-0.7% 市场可能现在估计 可能出现了这个 插过预期的可能性也不小 因为其实3月份 这个美国零售数据的上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在3月份发放了一笔救援计划 那么很多家庭都直接收到了美元 而且是规模相当的大 其实造成说大家都疯狂的 开始购买一些产品 造出零售数据非常的好 此外我们也知道了 在这个疫情之下 其实很多中下阶层 平分价层之前 没有这种比如说上iPad上网课的 这样一些特定产品 那么在领导这一年之后 我们也看到了iPhone iPad的手术设计也是大胜的 因为这也是 还是要在远程上学 或者远程上风的一些需要 但是到了今天 到了5月份6月份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增长 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美国是否会再推出 新的一人兑员计划 已经都快能发放到 老百姓的手中 现在看来都不确定 所以我们认为 可能今年消费者支出的 增长的最高的高峰值 可能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的话 是否还能够维持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销售的态势 还要看美国拜登政府 是否还会再推出 新的大规模的新冠救助方案 以及说整体核心市场的 是否会在不温不火的情况下 受到控制 好的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Michael这一时段的 为我们带来的一个 比较全面的解读 谢谢您